欢迎您收听《飞茶大叔讲故事》第141集 秦梦怡听到林凡的话眼中带着惊喜 浑然忘记了刚才的羞涩 真的吗?这一个月真的不会继续疼了? 林凡笑着点了点头 我怎么会骗你呢?而且还是这么容易被拆穿的骗局 说着话他又摸了摸秦梦怡的头 林凡并不知道这一个月的不犯病对秦梦怡来说意味着什么 每天折磨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这一个月他将会异常地珍惜 折腾了一天了秦梦怡也许是累了 躺下没多久就睡了过去 林凡从宾馆之中走了出来 将房门关好 直接将刘古师叫了出来 古师虽然精通的是蛊虫 但是对药草的来源更加的熟知 刘古师听到林凡要找火神 顿时惊到了 林大爷 你要找火神干啥呀? 那玩意儿是那么容易找来的吗? 这太难了呀 百年难见哪 林凡皱了皱眉头 你知不知道哪里有现实的火神 我现在需要火神救人性命 刘古师想了想 直接摇了摇头 嗯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恐怕就算真有现实的火神 也不会卖吧 毕竟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呀 刘古师说的没错 钱可以买到珍宝 但是绝对买不到绝世奇珍 火神绝对算得上是绝世奇珍了 你好好查一下 认识的人之中究竟谁拥有 林凡皱眉交代了一句 刘古师一脸难色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啊 嗯 好吧 我试试看 林凡皱对刘古师也没抱什么希望 给程虎打了个电话 让他留意一下 林凡这才将手机装起来 附近有一家餐馆 林凡进去之后吃了一些东西 吃完饭结账 还没走出餐馆 手机便响了起来 林凡拿起来一看 这是刘古师的电话 将电话接通了 林大爷 我刚刚打听到 省城的谭台家有一株火神 不过 谭台家在省城 不管是财力还是势力都很强 不会轻易卖 省城谭台家 见面谭 我就找你 林凡挂断了电话 直接去了刘古师所在的酒店之中 刘古师已经站在了楼下 林凡走上前去 刘古师这才说的 谭台家在省城排名前三的势力 而且只是听说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真有 刘古师说着话 查研观测地看着林凡 谭台家 林凡没有听说过这个家族 既然有消息了 那么也要查看一番 随即就给城虎打了个电话 让城虎派人去省城探查 就在林凡的电话还没有挂断的时候 忽然他感到有一股血腥味 这股血腥味并不是刘古师身上的味道 刘古师也闻到了 身体猛然地向后退去 林大爷 有古师 他们身上药草味 应该是白骨门的 刘古师的眼中满是警惕 他们门派与白骨门有些渊源 不过白骨门向来都瞧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不过都是一些 没地位的小道而已 在刘古师的眼里 白骨门不过都是一群 在山里养虫子的土包子 相互看不起 却没有冲突 白骨门很强 刘古师见到白骨门的人 向来都是绕着走的 林凡的目光四处看去 在一个角落里 见到了两个人影 这两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小瓶子 蛊虫从里面瞬间就飞出来 这两只蛊虫速度极快 林凡只能模糊地看到 刘古师大叫出声 冷汗都流出来了 白骨门的蛊虫 可并不是他养的蛊虫能够相比的呀 他所养的蛊虫 最多不过是两三年的蛊虫 白骨门中的人 十年蛊虫并不显见 更重要的是 药草也决定了蛊虫的杀伤力呀 白骨门在山中 自己开辟了药园 种植毒草 喂出来的蛊虫 就算刘古师见了也要躲着走 刘古师以为 两只蛊虫会有一只 朝他飞来 吓得身体连忙后退 可后退了没多少步 这才看到两只蛊虫全部朝着林凡而去 林大爷 小心呐 刘古师大声地提醒 林凡可不能死啊 林凡要是死了之后 他身上的射魂五针将会无解了 两只蛊虫飞速而来 林凡再拿银针已经来不及了 双指飞出 瞬间夹住了一条蛊虫 蛊虫被林凡夹住的瞬间就暴毙而死 可另外一条蛊虫顺着林凡的肩膀 直接没入到了身体之中 沿着血脉疯狂地流窜 见到蛊虫没入他的身体之中 这两人这才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这是两个男人 长发披肩 身上穿着灰色的衣服 在夜色之中很难看清楚身影 两个人一左一右地 慢慢地朝着林凡走来 直到照在了灯光下面 林凡这才看清楚两人的样貌 两个人的年龄 大概都在三十多岁左右 常年与蛊虫为伴 身上的血腥味很浓 天兰师兄 这就是林凡没错了 他现在中了我的蛊 这林凡也没班摘所说的那么可怕吗 天兰师兄 依然警惕地看着林凡 杨明师弟 咱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我的蛊虫被他直接徒手接住 证明他这个人还是有实力的 林凡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旁边还站着一个蛊虫 杨明师弟看了一眼刘蛊虫 脸上带着不屑 上里没你什么事 快滚呐 刘蛊虫身为蛊虫 他能够感受到 杨明的身上 起码有三只十年的蛊虫 气息强烈 每一只蛊虫都能要了他的命 可就算害怕 他也不能跑啊 林凡不能死 林凡要是死了 他还能活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要是跑掉了 林凡如果没事的话 绝对会找他算账啊 接触这么多次了 他对林凡的性格 早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啊 刘蛊虫的身子 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眼睛偷偷地瞄了几眼林凡 林凡脸上带着冰冷的笑容 这个眼神他太熟悉了 当下他也不后退了 咳了咳嗓子 你们这是在和我说话吗 我告诉你们 就你们这小蛊虫 在我林大爷的手里 那简直就是跟玩一样 就这小虫子 林大爷竟然是油炸着吃呢 杨明如同看傻子一样 看着刘蛊虫 我说你是不是吓傻了 你们一个小门派敢和我白骨门这么说话 杨明说着话的时候 从身上摸索出来了一个小瓶子 这股虫扔你身上也真是浪费 不过嘛 老子看你不顺眼 浪费就浪费了 哦 你身上的蛊虫好像挺多的 林凡说话的时候 用手一拍胳膊 身体之中一只很小的东西 直接就被抛了出来 这条蛊虫被林凡 硬生生地从血脉之中 给逼了出来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